大家好,防疫除了多留在家之外,適當的運動也很重要。 今集我們就找來健身教練Kenny,教我們一些一個人都可以在家做的動作。 HelloKenny! Hello! 想問問你,我們自己一個在家做運動時有什麼需要留意的地方? 因為疫情的情況下,我們很多人都要留在家, 所以如果我們做習慣運動的話,一定要注意所有動作,一定要正確。 如果有關節受傷的人群,一定要注意運動的強度。 如果沒有運動基礎的人群,一定要量力而行,不可以急進。 因為我們所有的運動,一定要保證在安全的前提下進行。 那大家都要注意了。 我知道接下來Kenny準備了一些動作教我們,大家記得留意。 我知道這個動作是開合跳,那我們有什麼需要留意的地方? 首先這個動作一定要收腹,不能用到關節、膝蓋和腳踝去跳。 我們的呼吸要保持均勻,加上手臂要穩定性。 這樣才會得到全身的消耗。 好,教練,現在這個動作就是深蹲左右抬腿,那我們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? 首先,這個深蹲團隊跟我們平時做的深蹲是一樣的。 主要是找到我們的臀部。 深蹲落後是帶動我們的腿部向下蹲。 注意我們的腹部收緊。 呼吸趕勻。 腰不可以彎。 注意不可以用到腰部的實力過法力。 這個動作是腹身左右出肩。 我們要注意的是,受腹的關節不可以伸直。 腹部要收緊。 同步要收緊。 保持身體的穩定。 和保持呼吸的穩定性。 就可以做。 下面的動作是腹身後踢腿。 我們要注意的是, 腹部收緊。 同步帶動我們的腿部向後踢。 保持身體的穩定性。 有連來這個腹身腹部衝擊的動作, 有甚麼要留意呢? 首先我們要注意, 不讓我們的腰部踢下去。 保持身體的穩定性。 每一次腿部的時候, 都要呼吸。 不可以閉氣。 腰部不可以踢下去。 如果這樣的話, 就會用到我們的腰部發力。 就錯了。 好,教練。 V字兩頭起這個動作, 我們要留意甚麼地方呢? 我們首先要注意, 腹部的發力穩定。 不可以用腰力和頸椎, 帶動我們的身體。 每個動作保持。 出力的時候, 呼氣。 放鬆的時候, 吸氣。 一定要用腹部發力。 好,教練來到最後一個動作。 肩橋要注意甚麼呢? 一定要注意, 我們是收腹。 下去的時候, 如果是初學者, 可以放下。 如果有運動機坐的人, 可以停住。 臀部夾緊。 呼氣。 起。 好, 吸氣。 放。 呼。 全程保持臀部。 腹部的修夾。 我可以用腰力。 OK, 不錯。 以上三至四個動作為一組。 每個動作做十至十五下。 做完一組動作後, 休息一分鐘, 重複做三次。 均衡的飲食, 配合適量的運動, 都可以增強我們的免疫力。 下一集繼續有Kenny, 跟我們分享一些在家, 兩個人都可以做的運動。 下一集見, 拜拜。 很乾pat。 有ió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